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一年一度的吉隆中原季放水灯游行 昨天晚上热闹登场 轮值主谱的郭姓宗亲会议 跟各姓市宗亲会议出动各式花车 搭配精彩的表演 吸引了许多市民和外地的游客 感受中原祭典的热闹气氛 疫情解封后 首度举办的吉隆中原季放水灯游行活动 由郭姓宗亲会轮值主谱 活动规划的各项游行和表演 吸引许多民众夹到观赏 那以前有出来看过中原季的活动吗 有 有 就是可能疫情结束了吧 就会比较期待这一次的游行 就会很期待这一次的表演啊 有什么会不会更多的队伍这样子 2023奎卯年基隆中原季 已经是我们郭姓族谱 透过中原季 悲天悲人的情怀 以及情竹融合的包容 展现基隆无形文化资产的魅力 国粮想要补充的就是说 在这个基隆良好的基础之上 我们希望我们的中原季 一年比一年 可以增加更多观光的元素 更多文化的元素 及更多娱乐的元素 我们用最感恩最谦卑而祈福的心情 来感念我们的先祖 祝福我们的未来 继承我们的文化 传承我们的历史 我向所有来宾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也祈愿基隆市的繁荣发展平安昌盛 那从去年年底开始 四季跟郭信中心会 又开过许多次的工作会议 那我也陪着郭信中心会 向中央的观光局 文化部内政部 还有许多的国营单位 都申请了许多的补助 所以我相信今年的 郭信中心会主办的活动 在四季向中央争取预算之下 一样他们的活动的整个过程 会办得尽善尽美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大家会揮手的呢 就是我们基隆市多元文化发展协会 以国际移民的概念来 就是有一台花车 那也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有来自各个地方的移民朋友 跟市长建议 希望说在中元季的这个庆典当中 也可以让移民的文化餐饮 除了餐饮以外呢 也让他们学习 也认识一下我们基隆的传统文化 今年中元季有行活动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立委蔡世应 与市议会多位议员到场参加 还有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 法国在台协会代表 即来自日本韩国的姐妹室市长和议长等贵宾 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来到现场 观赏中元季游行活动 今天很开心我们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市长 来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基隆中元季 我想可以帮基隆增加很多的热闹 带来很多的朋友 那也欢迎这个全国甚至海内外的朋友 包括我们很多姐妹室的市长议长 大家一起都过来基隆共襄胜群 我非常开心国梁市长 跟所有的议员跟所有的市民 参与一连一度 基隆最大的盛事 就是中元节最大的文化活动 要去看到市民煮花针放水灯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所以在国梁市长指振底下 每一个基隆市民平平安安 我来沾他的光 希望我们国家也平安 人民也平安 刚刚一路陪侯市长来折折我们中元季最精华的一段 那侯市长在这边非常受欢迎 很多好朋友愿意主动伸出手来侯市长提赏 然后握手刷 姿姿照相 所以沛强认为侯市长的选情是大有所为的 市长谢国良表示 基隆未来将努力规划推动 让中元季能增加更多观光 文化 娱乐的元素 并逐步朝向国际化迈进 欢迎国内外的游客 在每年农历七月来造访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而对于基隆这一场年度盛事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特别在爱三路邮局前 设立茶水站提供民众茶水服务 包括了立委蔡世印 立委参选人郑文婷 以及多位党籍市议员 都亲自递送冰凉的矿泉水 给参观游行的民众 热情的向来往民众与表演团体提供冰凉的矿泉水 在疫情解封后 今年基隆中原季水灯头花车游行胜达登场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特别在爱三路 基隆游局前设立茶水站提供茶水服务 民党立法委员参选人曾文婷议员 也现场发送大师清晦的扇子 并向市民争取支持 我们民进党对这些组分的融合 都非常重视 所以今天也是跟我们这个游行 象征着我们基隆市的文化 无形的文化之宅 所以我们非常的重视 所以特别我们在这个 我们基隆市的爱三路的游几门前 我们跟我们的立委委员候选人 郑文婷一起在这边提供我们的茶水 那么给大家过路流行的这些我们的基隆市民跟来宾 我们共同在这边庆祝之外 能够提供一些矿泉水能够给大家来解口 那大家也都非常期待看各中清晦的这一个水蒸头 能够有不同的一个面貌 那我这边也在供水站这里提供了矿泉水 还有我们大师清晦的这一个限量的 这一个基隆的扇子可以给各位朋友带回家收藏 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一起共度一个美好的 中元季的一个夜晚 担任首席顾问的立法人蔡世英 则沿路向民众请安问好获得热情欢迎 从去年底就协助轮值主谱过姓中清会 争取中央补助经费 在台风来袭前夕 蔡世英期盼中元季活动一切顺利 也呼吁市民支持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参选 赖清德及立法院参选人郑文廷 那虽然这也是因为是换了新市长的一个主办 但我相信整个主办的流程跟过往一样 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那我想主要中元季的活动的重点 就是在保佑所有我们的金融市民 大家都国泰民安 那我在这边也是希望整个活动顺利圆满 那虽然有台风接近台湾 但我也保佑这个整个台湾 也希望这个台风经过的时候 来了数多雨 但是不会有相当的灾害 也祝福说今天现在我们活动好朋友 大家自己健康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今年度有民进党有新推荐的 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还有立委候选人郑文廷 他们都非常努力 那刚才郑文廷未来的郑委员 也已经向出了中清会一个人去拜访 那我也相信中清会也会来支持 最认真努力的郑文廷 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 及立法人参选人林佩祥议员等人 也碰巧经过民进党茶水战 双方展现民主风度 彼此加油打气 郑文廷强调 中原季活动代表台湾拥有信仰宗教自由 他会与赖清德一起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 让政律上场争取基隆最佳利益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而放水灯游行结束后 各信市水灯头集结望海巷举行放水灯仪式 副市长邱佩玲亲自出席为基隆祈福 各信市中清会将水灯头推向大海 现场挤满了围观的民众 绚业烟火划破一晚星空 基隆中原季29日晚间11点 在基隆望海巷举行重头戏 释放水灯头 各中心会水灯头依序点燃 救难人员一个一个推向大海 民间相信火烧的愿望 运势就会越好 也象征带走民众对好兄弟的恭敬之意 非常感动 我们寄了邀请函给所有海上的好兄弟们 希望明天一起来基隆共享盛宴 很谢谢所有合作伙伴们 还有帮忙的同事们 台风要来的我们都很紧张 只有想到风调雨漩 老大风跟好兄弟也在保护基隆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基隆市消防局救难大队 出动大批人员 协助中心会释放水灯头 务必做到安全第一 基隆出动了救生艇四艘 然后易销还有警销人员 大概30多名 在协行的救难协会 也看到来了30几位 我们还配备了一个遥控室的救生衣 然后来现场做整个安全的警戒的 一个作为 那其实在现场按望海巷的部分 其实它的流其实都会非常的滚缺 那因为外围台风的影响 所以它的浪会逐渐的 一波一波的过来 现场现在看风平浪净 而且是属于退潮的状态 那是非常利于放水灯 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些突如起来的浪况 然后还有流的方向 都是我们现场警戒必须要注意的 现在的浪差不多五级左右 是算起来是蛮安全的 就是说等一下下去的时候 还是要有安全的装备 然后才能够更安全的让他们回来 一年一度的放水灯仪式 通常在中原普渡之前举行 既用中原记忆放水灯 已经传承169年 传统庆典也成了 最具文化魅力的代表之一 记者黄绍铭记忆报导 农历7月 基忆北盛宫举办普渡法会 延续过去寄若扶贫的精神 105套占卜物资 救济辖内弱势家庭 由13所学校 天行者协会等单位 一同启动爱心物资配送 获得信徒热烈回响 中原普渡 基忆北盛宫广场好热闹 庙方和信徒准备了大批贡品 要和好兄弟分享 有些比较漂亮 他们家里比较有 他们说 有的是地色路 一个冰淫的地色路 没有人家穿上 这比较漂亮 油盐米 还有一些米粮的部分 还有调味料跟罐头 普渡结束 公认员将整袋的占卜打包好 里面有沙拉油泡面饮料等物品 赶紧要分装打包 因为这些物资都要立刻送到 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 很多家庭有需求的人 然后希望能够提供他们一些物资 因为我们的物资里面 今天的贡品 柴米油盐酱醋茶 包括米面食 各项的物品都准备得很齐全 那也希望说能够让这个有需要的人 能够享受到这份爱心 捐赠仪式上 许多学校都特别派代表出席 教育处特别感谢 北盛宫每年都会捐白米 而北盛宫这项散举 每年也吸引不少信徒 热情响应 那北盛宫还有北盛慈善协会 十几年来都照顾我们金融在地的孩子 那我们很感谢他们成为世补的伙伴 一起照顾孩子 那也相信这些孩子 未来会继续把这样子的爱 继续传承下去 我们捐的对象大概就是会是学校 低收入户 然后我们也会透过派出所的警员 帮我们去发放 其实要知道坊间比较辛苦的 以前都说是邮差 可是现在其实大家都用 用网路啊 email那些line啊 所以警员应该是第一手消息 他会知道哪一些比较辛苦的 谢谢 大哥谢谢 大哥谢谢 志工们化身成外送员 将一代一代的占卜物资 用机车和轿车 分送给需要的弱势家庭 德河国小非常感谢北盛宫 这个议举 让我们选校的比较弱势的孩子 能够有机会获得补助 非常感谢北盛宫 慈祭协会今天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荣盛的孩子收益良多 毕竟很多家庭不是那么富裕的小朋友 这些的物资跟一些紫米 对他们的帮助非常非常大 普渡丸的这些贡品 其实有很多的三星人士 他会把他带回家吃平安 另外有更多的三星人士 他会把他的小爱转为大爱 把这些普渡品捐赠给相关的一些 更需要帮助的一些民众 基隆士天行者慈善协会 非常的感谢北盛宫 还有北盛慈善协会 为我们捐赠给这些街友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路行者 我们会把这十份的普渡的物品 来转送到那个路行者的身上 疫情之后 北盛宫持续做爱心 获得信徒高度认同 也与各界持续洗手送暖 也让中原普渡变得更有意义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基隆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有几层啊 限定版的委托行咖啡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为姐妹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胃 都停满了那就随便停好了 陈珊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轻车停泛和马骑游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即方会严格取地 绿角鸭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盆栽机车放在绿角鸭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远离车辆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不愿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 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 行经路口停让行人 无号制路口遵守停让 至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死角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路都能再开兴趣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便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前往基隆市长照机构提出证件 80岁以上的长者不需八十两表 就可以直接申请看护移工 陪同的金融市长系国梁也表示赞同 所以我很清楚 其实今天这两句话很清楚 第一个 80岁以上废除八十两表 就可以请外籍看护工 第二个让外籍看护 跟长照资源整合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在基隆市长谢国梁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等人的陪同下 参访基隆市信义社区市长照服务机构 侯友宜表示 家庭如果有失能者 每个月要负担五六万元 加上其他花费支出很可观 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 因此一定要改善 来减轻长照家庭的负担 所以今天我来到长照机构看长辈 我保护面对的民业 因为八十两表的民业 经济要增加 八十两表跟医病关系产生冲突 再加上又造成更多的 失联的外籍看护跟帮佣 典建杂志特别做了一个调查 有七成以上的民众 要求对八十两表重新做检讨 甚至废除 那台湾面对二零二五 超高龄社会 我们要全新减好如何去照顾长者 让人能够在医疗照顾 健康跟经济上 可以得到完整的照顾 所以我特别提出来 我们要有一个对八十两表 重新评估的方向 这也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同时也让很多的家庭照顾者 可以回到职场来 来看我们的长辈 非常的开心而且欢迎 但最主要我觉得 非常有魄力的 提出这个八十岁以上 就废除这亮表 这个事情对于台湾的很多 需要照顾长者的家庭 真的是一件非常大 而且很重要 跟他们的家庭照顾 切身相关的一个政策 我觉得这个非常高度值得肯定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 都有长辈要照顾 那唯有引进更多照顾的资源 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长辈照顾好 但是我们未来也会配合 我们总统参选的政策 我们会推动把家居家的照顾 以及我们基隆 现在正在积极推动长日照 因为长日照在新北 做的是非常好 但是在基隆 那边有一位我们杨育新处长 我们都一直很努力 在推动长日照的资源照顾 但尤其有我们侯有宜 总统参选人的这个 很清楚对于家庭长者照顾 有实际帮助的政策 提出来之后 我相信对中华民国的家庭 未来一定更有帮助 所以希望侯友宜 林沛祥 大家在基隆 一人一票 支持他们两位 进入总统府跟立法院 来大家打拼 谢谢 侯友也提到 希望透过就业安定基金 直接补助雇主 聘用台湾看护 提升薪资及工作环境 并提高劳工的就业竞争力 重点就是要来减轻家属的负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次医疗消息 要带你来看 老年听力损失 恐怕会增加失智的风险 甚至跌倒 危及生命安全 因此卫福部 基隆医院就建议 可以把握时机 佩戴助听器进行矫正 这些颜色绚丽 造型流行新颖 看起来像是手机蓝牙耳机 其实是助听器 由于基隆市预估 今年底前 就会成为超高龄化社会 也就是全市36万多人中 老年人口大约有7万多人 占全市总人口数的20% 排名全国第六 其中老年人 听力障碍的问题非常重要 因为会导致失智 甚至跌倒的风险增加 那老年性的听损 除了听力的问题 还可能会面对什么 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它的失智的风险 其实会很高 会高 重度的听力的听损者 它的失智的风险 会高出一般正常人听力的5倍 那它的听损 每增加10分倍的听损 它的风险会上升1.2倍 所以 有些失智的风险会升高 那 失智 它已经失智了 如果再加上跟人沟通不良 这个状况会变得更厉害 那听不到 那当然忧郁症的风险也会升高 那 如果说比较轻度跟重度的人 它的 轻度跟重度的听损的人 它的忧郁症的 比正常听力的人会高出2到4倍 那听不到的人 它跌倒的风险会高出30% 因为听不到 就会对于周遭的环境 它的警觉性会比较低 那老人最怕跌倒 一跌倒 骨折啊什么 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因此 卫福部基隆医院建议 如果发现长者有听力障碍时 就可以把握时机 佩戴助听器进行矫正 减缓持续退化 那治疗 老人性听损的治疗 就前面有提到的大概就是 考虑助听器的治疗 那助听器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 它 攜带其实越来越方便 扎音也会越来越小 那助听器是根据患者的听力选配 其实跟眼镜有点像 它是需要选配的 不是随便买一个来带这样 那助听器它不是只有一个放大的声音的器具 因为我们的听力它有分不同的频率 从2500Hz到8000Hz 都是我们可听的范围 那 根据你每一个 不同的听频 它的缺损的状况 它可以去做调整 所以它会有不同的频道数这样 那放大的滑速也不一样 那现在的助听器还有一些降噪 跟方向性麦克风 降噪就是可以减少这个噪音 环境噪音 那方向性麦克风就是可以 针对着它需要听到的声音 针对那个方向去说收音这样 那佩戴助听器其实是需要学习的 就像 我们戴眼镜也需要一点适应的时间 那助听器需要学习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听力不好 它会造成我们的失智 那我们的犹豫症 甚至跌倒的一些相关风险 那这些让我们的基隆的 我们的一些长者 他的家人来理解以后 那么尽早介入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价值 尽早介入 那来维持他的一个生活品质 跟他一个生命的安全 卫福部机动医院进一步指出 老年听力障碍是一种生理性的退化 不是疾病造成 用药物治疗效果有限 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佩戴助听器 目前助听器单耳一个大约要三万元上下 最好要两耳都要佩戴矫正 另外机动医院耳鼻喉科也有针对 领有听障手册的低收以及中低收入户民众 补助每人一纸免费的数位式助听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是pengil k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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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你這樣停車違規喔 機車停泛合法騎樓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行行行 拍手拍手 另外地上貼有腳丫子的綠色地貼 禁止停車 即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不可以將店面、雜物、塵摘、機車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們能夠方便同行